謝謝主席,是不是麻煩有請財政部的部長還有台雲董事長 好,請財政部蘇部長還有台雲董事長 黃偉銀好 兩位好,時間的關係不易問候 部長,你有沒有自己繳納過汽車停車費? 汽車 在路邊停車嗎?會被開的? 你有繳納過嗎? 對 對 那你去Saven繳納的時候要輸入哪些資訊你知道嗎? Saven繳納就是那個停車收費單就是掃描 那你如果沒有帶收費單呢? 收費單可以到他的Kiasc裡面去列印這個所謂的繳費單 那你要列印那個繳費單要什麼個資? 應該是車子的牌照號碼 需要那個繳費單的號碼嗎? 就要他會練出一張 對,好,來來來 我為什麼問你這個事情喔 就是說 我們現在線上繳費基本上已經趨於要去辯明了 有一些可識別的ID輸進去了以後 包括了剛剛汽車 你剛剛所講的停車費 高速公路的過路費等等 通過都是這個樣子 是 現在喔,正在繳汽車的牌照稅 結果部長你知不知道 我前兩天收到一個陳情啊 他說 委員您好 又到了牌照稅繳費的季節 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汽汽車牌照稅的繳納 仍然是一個奇葩的流程 那我看到這個陳情我就眼睛一亮 什麼叫做奇葩的流程 也就是你如果沒有拿到繳費單 想要到線上去繳納的話 沒有銷帳編號完全沒有辦法進行 那你如果要知道銷帳編號 你還要把一個免付費的電話 向地區的稅間處去查詢 但是有的時候電話不容易撥進去 上班的時間才能查 這個我們都能夠理解 但是當他這樣講完的時候 我看了我就覺得很奇怪說 怎麼我們每年花了這麼多錢 讓我們的財政部 讓我們的國稅局 然後讓我們的資訊中心 去建置這個線上的系統 竟然會被 我們一般的市民認為 這是一個奇葩的流程 所以我就上去啊 去試了 欸還真的是欸 你們上面講說網路繳稅真方便 但是我必須要跟部長講 要繳納使用牌照稅還真不方便 沒有這個號碼 沒有這個單子下面 你有沒有看到 一個囂張編號 沒有這個東西輸進去 還真的不能夠繳 部長你知道嗎 欸 一般我都是會拿著這個實體的這個 對嘛 但是我們現在 你實際上面 你如果要大家一定要拿那個實體的 那你就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嘛 其他像繳費的parking的tickets 你沒有拿實體的你一樣可以去繳啊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們的困難到底在哪裡 比如每年丟那麼多錢去建構這個系統 結果被我們的人民去構定說 一而再再而三 那一點改進都沒有 一樣是一個奇葩的流程 我想委員這樣子啦 這個部分我們 我下去會進一步了解 那我這邊要跟委員說明 第一個 我們現在是鼓勵用行動支付的方式 因為每一個稅單裡面都有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掃描轉帳扣款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關於這個所謂的 如果沒有期待稅單 那是不是有可能 比照這個所謂的停車費的方式 直接到這個所謂的 沒有啊 我用邏輯去想 我完全找不到任何困難啊 因為你們就有關於氣燃費的部分 這個是繳費的頁面 我也把它調出來啦 你事實上只要有個人的ID 那你最多最多 再加上一個車號 為何不能繳 然後你們前面的這個系統是怎麼樣 是懶得換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牌照稅是從去年開始 才收回這個各地方 這個是理由嗎 稅間競爭處來自行徵收啦 這個網頁不是你們建置的嗎 所以這部分的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初步的建立的這個網頁 今年或許太晚了 部長我只要有個明確的承諾 明年的這個時候 大家在處理這個問題 不用再處理這個奇葩的流程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好來 謝謝委員